眼下正是大豆成熟期 在全国大豆主产区之一的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1300余万亩大豆正在收获 粮食收购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这几天呼伦贝尔市阿荣起 286万亩大豆洗货丰收 磕磕饱满的豆莢挂满蜘蛛 掌势洗人 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 脱离后的大豆装满车厢 今天活动产量可是近10年以来 最高点 每亩平均产量在345斤 跟去年对比可以说增长30% 今年的收入跟去年对比可以说翻倍 今年呼伦贝尔市大豆种植面积 达1363.49万亩 较去年增加了336.6万亩 秋粮收购启动以来 当地组织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 在阿荣起大吉镇 一辆辆满载大豆的车辆穿梭粮库 工作人员经过签样 检验 检金等一系列严格流程 将大豆入仓 并加强了粮食质量安全监测 据了解 目前内蒙古全区大豆收获已接近尾声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